3月19日 福音的六点总结 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 彼得前书3章18节 为帮助你理解福音 享受福音和分享福音 这里有一段总结 第一 上帝为了祂的荣耀创造了我们 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 将我的众女从地籍领回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以赛亚书43章6到7节 上帝以自己的形象 创造了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会反照或反映祂的品格之美 第二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上帝的荣耀而活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格林多前书10章31节 为上帝的荣耀而活 就是要爱祂 马太福音22章37节 信靠祂 罗马书4章20节 感谢祂 10篇50篇23节 并顺服祂 马太福音第5章16节 当我们行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就反映出上帝的荣耀 第三 然而我们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3章23节 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祂 也不感谢祂 将不能熟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罗马书1章21到23节 我们没有一个人曾经爱 信靠 感谢或顺服上帝过 第四 因此 我们都配受勇气 罪的工价乃是永远的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乃是永生 罗马书6章23节 那些不听从主耶稣的人 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 和祂全能的荣光 铁撒诺尼迪迦后书1章9节 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马太福音25章46节 第五 但是 上帝以伟大的怜悯 猜祂的独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为罪人提供永生的路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教一切信祂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 加拉台书3章13节 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生的面前 彼得前书3章18节 第六 所以 永生是赐给那些 相信基督是主和救主 并且是他们生命中 至高的保障之人的礼物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使徒行传16章31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罗马书10章9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以福所书2章8到9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加拿太书2章20节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菲利比书3章8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